大家早安 接著全球現場我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美國大學在過去幾週真的是相當的不平靜 因為校園裡頭現在瀰漫的是反戰示威潮而且持續延燒 一開始是先從東岸的紐約哥大開始 那麼現在呢其實在中西部還有這個西岸也都有大學裡頭有這樣子的反戰聲浪 那算一算呢現在全美至少有50所學校有將近600名示威者被逮捕 這一波的校園反戰潮挺拔示威最近迅速蔓延 包括了一些長春藤名校到各州的州立大學有至少有50所的校園出現了示威者 他們乾脆就在校園裡頭扎贏抗議要求校方要揭露與以色列和美國軍火商之間的關係 並且要劃清界限哥倫比亞大學因為示威活動的關係宣布所有的課程改到線上舉行 而且在這個加州的南加大還取消了5月10號的畢業典禮 彷彿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時期 好另外來看到的是這個美中關係在布林肯的訪問有可能出現更多的交流的跡象嗎 好來看到的是雖然現在呢雙方在這個經貿或者是科技領域還是有一些對抗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民間交流已經越來越頻繁了 這是美國國勤布林肯他在26號結束完訪問中國大陸行程 而他要在前往北京機場途中要搭飛機回到美國的這個路程當中呢 特地繞到到北京的七八九藝術園區的一間黑膠唱片行裡頭去逛一逛 而且他也購買了美中樂壇象徵性人物的唱片 包括的是美國天后泰勒斯還有大陸搖滾歌手窦維的專輯 其實布林肯他本人呢非常喜歡吉他非常喜歡搖滾樂喔 他表示說泰勒斯是美國成功的文化輸出的代表性人物 他更形容音樂是跨越地理距離的最佳連結 美聯社現在進一步分析布林肯此舉其實象徵的意義就是呢 他在訪華三天期間智力推動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而美聯社也發現包括了這個中美的樂壇兩大代表性人物都有一些代表歌曲 可以現在代表的是美中之間的困境 包括的是泰勒斯的歌曲 舞夜還有鬥維的黑夢 都可以代表的是美中之間看似很難解決的分歧 而布林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強調突出的美國公怨 先前所說的美中之間的民間連結是很重要的 並且以此作為改善兩國關係努力的一部分 也因此他這一趟行程呢可能可以說不是臨時起義 而是其實早就安排好的 好另外呢他在這個27號返回到美國之前呢 就在美國的北京大使館舉行了記者會 而大陸的記者就問到他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到來 候選人現在都打出所謂的抗中牌 是要以強硬的姿態對抗中國大陸 對此他才剛剛訪問完北京 那中美雙方到底該如何維持良好的關係呢 避免受到大選的干擾 布林肯他是這樣回答的 他表示他是外交官不搞政治 但是也否認美國為了選舉 試圖扼殺大陸的經濟 在我的工作上我沒有做政策 我只顧著政策 我們在這兩位總統中有了很重要的進步 在這兩位總統中有了很重要的進步 包括在抗抗抗疫情 包括在軍事與軍事聯繫 這就是什麼需要的 就是繼續增加我們的意見 這並無關於選舉行程 和美國人民的重要性 說到美國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 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最近都是忙著競選總統 但是呢針對他的司法案件 可以說是一樁接著一樁 他也忙著出庭 面對總統的豁免權和封口費 兩項關係在美東時間26號的時候 恰逢前第一夫人就是梅蘭尼亞 他54歲的生日 川普在這個時候呢 他趁機向太太深情喊話 當然外界現在就有所解讀了 認為說川普是不是想要 藉此擺脫封口費的不中形象了 川普投身於2024美國大選中 即便面對官司纏身 川普在出席聽證會時 依然不忘向老婆梅蘭尼亞 公開放閃 祝她生日快樂 川普2016年出來競選總統 據傳她為了避免曾經交往過的 成人騙女星出面爆料 請律師塞了一大筆封口費給女星 川普過去的朋友 美國媒體執行總監 大衛佩克透露 川普怕梅蘭尼亞不開心 美蘭尼亞雖然向媒體公開表示 為先生抱不平 但是她從來沒有出席過 川普任何一次聽證會 外界猜測 梅蘭尼亞其實極度不滿 川普的逃色風波 對她而言是一種屈辱 川普與梅蘭尼亞的關係 因川普的封口費逃色官司 再度成為話題 但是她目前最在意的 應該是自己諸多官司 會影響到對決拜登選情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肠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上快點購健康